金八奖虽然已经落寞了 但是却也传出第26届的影帝 陈松勇不但没有留到最后 而且还携带了金门高粱进场 酒后失态飙脏化 就目击者说 陈松勇和飞翁来到会场之后 他就不时的把放在座位下的 金门高粱拿出来喝 喝醉之后还把现场人都骂光了 那么看到国联武风的江青侧脸 甚至还说他皮肤皱了要好好保养 也出手锤了这个坐在他身边的陆小芬 那么最后是靠柯俊雄制止 才没有闹出更大事端 卧陈松勇坎言有喝酒 但他是说是在典里还没开始就喝了 他也否认有讲三字经